好 就持续带您来关注最新的台风动态 目前山土耳的位置 何时北上风雨又是如何呢 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一轮 继续跟着我们来关心第18号台风 它的最新动态 其实它在过去的这几个小时 走的路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 每小时只有6公里的时速 而且可以看到在卫星云图上 它整个结构就是因为它这样慢慢走 因此它的结构是相当的扎实的 目前已经来到了中台等级 而且气象署也说了不排除 很有可能它在登陆台湾的时候 会来到墙台 不过它现在暴风半径 其实已经接触到恒春半岛 因此在结构上还是有可能 会被稍稍的破坏的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路上的台风警报 依旧是针对台东还有屏东 以及高雄这三个县市 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而且它未来就在周二的时候 也就是明天会来北转 而北转的同时 也会受到其他的导引气流的牵引 让它来北上 不过刚刚有说到气象署说 很有可能会是在周二的时候 来登陆台湾 而从哪个地方来登陆 也就是蛮有可能预计在 南高雄这个地方来登陆 而且如果它用墙台这样的等级 来登陆高雄的话 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看到 用墙台之姿来登陆高雄 不过如果它在登陆台湾的时候 也就是周二要提醒 在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 因为到时候风雨都会非常猛烈 而且也要严防海水倒灌 所以在这样的时程上 因为它现在越走越慢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到周二才会来登陆 周二北转周三来登陆 所以因此整个演讲到台湾的时程 就会来到周四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未来这几天都还是要持续锁定 气象预报了 好 这就是要请教伊伦 就是因为它的行径的路径 非常的诡诀 那么目前各国的预测有分歧吗 毕伦 其实这一次的路径 就连气象署的预报员都说了 其实让他们真的有点难捉摸 而且在之前 也都没有像这样子 呈现C字形的路径 最主要就是它这几天 其实在这个都没有导引气流 因为它被夹在两个高压中间 它日记要来北转的时候 就是因为要等南亚的高压来吸退之后 才会让它北转 而且北转之后 又有北方的朝鲜来引导它 就会来往北走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各国的路径 其实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大家还是认为 非常的有不同的看法 像是英国可以看到 他们认为有可能会从南台湾登陆之后 就切过恒春半岛 但是在美国的路径可以看到 它有可能从南部登陆 但是又在台湾海峡打一个圈 甚至欧洲认为 它会直接贯穿整个台湾 因此这个秋台 尤其秋天的台风 不是单单只有太平洋高压 来导引它往前进 最主要有可能是受到了 北方的冷空气 或者是南边的高压等等 再加上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在日本外海还有一个燕子台风 这都会让台风 尤其在秋天形成的台风 它的路径是非常的让大家捉摸不定 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一下 从明天一直到周四 就是整个山陀 而影响我们台湾最剧烈的时候了 而且不仅风浪会非常的强劲 而且强震风现在在蓝雨跟绿岛 都已经来到了时及 而且未来几天尤其在沿海地区 都还有可能会更强劲 而昨天到今天 都是因为受到了过山沉降的关系 西边感受不明显 东半部都是风长宇宙 尤其山区要特别注意 最后还需要提醒大家 这一次的路径都还在调整当中 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是这一节的强知识 好 山头额的台风来势汹汹 再加上目前所在的环境适合发展 所以台风的强度还可能会再增强 预估周二到周四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而在进入秋季之后 大陆冷高压环流行程 开始吹东北季风 所以大家也担心 会不会有共半效应的发生 专家分析了 这次的冷高压偏弱 共半效应可能不会特别明显 但是仍然有共半效应的条件符合 还是会出现共半效应的预行特征出现 所以东部东北部要留意 好大雨发生 农民在田里忙着把可以收成的叶菜 赶紧收起来 赶在台风来临前 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因为山头额来势汹汹 花莲更是首当其冲 其实叶菜类每一天都在采收 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农友就希望说 在这台风前 把可以采收的叶菜类全部都采收完毕 但因为采收的量能如果太大 也会造成市场价格的崩盘 高厘菜再买一车准备可以出货 但还是无法收成的就只能希望台风能够手下留情 不要造成太大农损 而吉岸乡另一个重要作物芋头 农民也赶紧做好防台准备 将叶子砍下来才能避免强风将芋头连根拔起造成更大损失 不过被砍掉叶子之后养分供应会减少影响到产量 芋头很高 然后叶面大 那摘损的话就是它风吹的时候 其实它芋头会被零根拔起来 那摘损的话 我们大概如果抓成数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 会数字大概在四成左右 根据气象署最新资料显示 山坨目前所在环境适合发展 所以台风强度还可能增强 预估路径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目前在东北部东部南部风力开始逐渐明显 周二到周四影响最严重 而在过去秋台侵袭的经验上 都得留意是否引发共伴效应 它的结果其实还蛮完整的 所以它本来的危机就大 再加上一个 它移动速度现在真的很慢 其实只要有这两个条件在 就应该要特别提防 可能在一天或两天后 还要北方的系统下来 那它跟北方这个 北方系统指的是封面系统 这之间的互动 其实便利度可能很大 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秋台的共伴 东北极风共伴 那个会带来很大的雨量 进入秋季后 大陆冷高压环流行程 开始吹东北季风 这个时候台风如果在巴士海峡附近 台风外围环流的暖空气 跟东北季风的冷空气 就会在台湾东北外海混合 产生共伴效应 在银封面的东北部 就会出现长时间好大雨 不过专家分析 这次东北季风偏弱 共伴效应可能不会特别明显 但是仍有多样共伴效应的条件符合 还是会有共伴效应的雨型特征出现 又受到冷高压影响 秋台路径也相对夏季台风 更难预测 夏天我们讲说 控制台湾移动的主要还是太平洋高压 到了秋天以后 北方的系统也会开始影响 我们讲说可变性或变异度 或不确定性会比较高 所以的确是秋台在它的预报上 挑战性相对来讲会高一点 秋天除了要注意共伴效应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研究指出 目前最新气候预报模拟 反圣因现象越来越明显 预测在9月之后 反圣因几率超过70% 而且影响时间将延长到明年2月 转为反圣因 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数减少 不过一旦生成 位置通常都会更靠近台湾 虽然强度偏弱 但如果台风从南而上 就容易引发共伴效应 特别是我们发现到 既然在秋天 在台湾附近的海域 它的海温还高于30度到31度 那这个在过去来讲的话 平均都还要高 0.5度到1度C 那这个部分呢 非常提供于热带脑洞 它们这个有利于形成的 一个重要的温床 那因此 虽然总数是在减少 但是只要一生成的话 其实非常的靠近台湾 那也导致我们在应变上 会有这个会缩短了 我们应变整备的时间 这次山陀儿深层确实靠近台湾 路径也不断往西调整 从南部东部到东北部 都得严防好大雨 毕竟秋台威力不容小觑 TB月新闻 余萱海留意君台北 事实上山陀儿已经在 菲律宾的北部带来狂风暴雨了 在巴丹岛已经造成灾情 其实呢全球暖化 让台风跟飓风的威力 都越来越强 像是刚刚横扫过 美国佛州的海伦飓风 也造成了严重的淹水灾情 另外尼泊尔这几天 也因为季风的降雨 水淹沉灾 被迫紧急停客三天 大片铁皮残骸 横躺在建筑前方 山陀儿台风来势汹汹 在菲律宾巴丹岛带来灾情 台风都还没真的抵达 校园走道已经凌乱不堪 散满树枝残骸还有座椅 就连室内也因为门窗毁损 到处湿湿答答 菲律宾民众直击 顶楼铁皮屋遭到彻底吹烂 然而现场的风雨还在持续增强 大雨也下个不停 山陀儿台风也影响 菲律宾北部老卧市地区 当地河水持续暴涨 逼近桥面 部分地区也传出淹水灾情 福建省渔城海域和沿海 将出现一次显著风浪过程 福建省渔船陆续回港躲避台风 因为大陆方面预估山陀儿 恐怕带来高达14级强阵风 和5.5公尺以上的巨浪 威力不容小觑 受暖化影响 这几年不论台风和飓风 强度都越来越强 雨水也越来越多 恐怖大浪席卷沿海的道路 这些宛如好莱坞灾难片的场景 可是上礼拜才真实出现在佛州 居民原本为了享受海边风光 购买靠海的房屋 如今却屡屡屡遭受飓风重创 整片住宅区像是被轰炸一般 成为废墟 海伦就算登陆后快速减弱 但狭带的惊人雨量 还是为所到之处带来严重淹水 北卡甚至出现百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重灾区阿什维尔大片范围泡在水中 截至当地29号 美国东南部灾区 仍有超过200万户无电可用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百人 天纳西州还一度有意愿遭到洪水围困 导致50多人得爬上屋顶求救 出股海伦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 恐怕超过千亿美元 相当台币3.1兆元 全球极端气候轮番上演 适逢雨季的尼泊尔也暴雨成灾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滚滚黄水 沿着建筑往下冲 整座城市成了一片汪洋 甚至有金身佛像一半泡在水中 灾情相当惨重 大雨也在尼泊尔多地 酿成土石流灾情 当地一座果菜市场惨遭波及 到处泥泞不堪 土石流还拨紧一条 通往加德满都的主要道路 当时两辆巴士行径惨遭灭顶 现场陆续挖出遗体 一旁家属则是哭到气不成声 淹水也导致尼泊尔首都交通大打劫 紧急宣布停课三天 除了气候异常 气象学者也认为 毫无规划的开发导致排水不良 加剧尼泊尔气候灾难的风险 本新闻 宋后报导 预估台风中心有可能在 星期三的时候在南端陆地登陆 南台湾玉贝贝 山陀的台风即将来袭 暴风圈提前在周一中午 接触南端陆地 而且持续涨胖增强 有可能会增强为最强的中度台风 甚至我环境适合 有可能变成 不排除变成强烈台风来影响我们 路径再往西修 恐怕成为直接登陆高平一带的 最强台风 进一步来看路径评估 山陀而通过台湾南方后 慢速转向 周三清晨 可能在高雄屏东附近登陆 接下来就会大角度转往东北 周三下半天从移花出海 周四晚间暴风圈脱离陆地 周五清晨脱离近海 山陀而袭击南台湾 少了护国神山中央山脉当屏障 加上结构完整 气象属市井 嘉义云林高雄屏东降雨剧烈 预估周三清晨到上午影响最大 气象专家也说 登陆点附近及南侧会很可怕 但登陆点北侧相对和缓 未来一周降雨热区 周二起影响更显著 尤其下半天开始 台风中心往南移动 南北部雨都会很大 北东恒顺半岛中南部山区 东北部山区都有豪雨几率 最担心的是会有瞬间的强降雨 瞬间短延时的强降雨 不管到任何地方都可能带来危险和灾害 降雨时间拉长 沿海也出现长浪 蓝雨已观测到7米 晚间起长浪更多 还有4米浪高环绕 海峡南部更靠近8米 强旋风也将飙上10级以上 山陀的青台威力逐渐加剧 体育的新闻程序张慧先 台报的 沙包一包包紧急网住家门口堆 甚至出动了货车载运 因为瞬间强降雨 恒春低洼地区 这雨水夹夹泥巴 已经灌入两旁住家 拿着本机水桶 不断把泥水往家门口堂 每逢大雨必淹 在山陀儿都还没正式发威 这水已经淹进家门 让住户们有苦难言 呃就是蛮久了 只要下大雨这里就是会这样 你想说好像 县政府说要做 可是都还没有 对环流带来的强降雨 也让恒春的环城北路上 是瞬间激起了二三十公分的积水 那水就一路从高处流向低处 流到民宅内造成民众困扰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 中台山土耳的七级暴风半径 已经在中午十二点碰触到了恒春半岛 带来九到十级的强震风跟瞬间强降雨 来了来了你看 小心 他很小只他怕他吹走 游客被强风吹着跑 但气象署预估 这台风强度还会再增加 而且不管台风未来 从新南部的何处登陆 恒春都会遇上 整整三天多的迎风面 入夜之后雨势风势都会再增加 屏东区的台地人员 也敢在台风来袭前 派抢修人员准备好材料跟机具 前往恒春半岛跟小琉球待命 宣队树枝加强修减 减少停电状况 而现场周春敏下午也赶赴恒春视察 塞便中心则公告 在30号下午2点开始 将开放国山林边交流道 到大鹏湾的环湾道路 北上路段高架桥 提供民众紧急避难停车 七月新闻 徐志宏徐徐敦 SN小组屏东报导 深夜时间民众拍下强风豪雨不断 一阵一阵的雨势加上风势 几乎寸步难行 随着台风逼近台东蓝雨 29号晚间9点多开始降下猛烈雨势 蓝雨乡公所人员也录下深夜时间 相公所前风强宇宙 路灯照耀下也清楚看到风势有多猛烈 同样离岛地区镜头转到台东绿岛 中辽港附近 30号上午风雨依旧很强烈 狂风大雨也让树木及草丛不断剧烈晃动 拍摄镜头逐渐变得模糊 就快看不到前方 而民众开车在海边马路上 也可以看到许多碎石和树枝 遍布在路面上十分泥泞 一旁还有水流直接从边坡不断流下来 将整条马路占据想要通过都有点困难 而来到其他路段甚至被积水淹没 水流就不断往低洼处聚集 汽车行驶过去还有明显太狠 来到30号下午虽然台风更为靠近一些 不过绿岛蓝雨整体风雨都有逐渐趋缓 但就怕重演去年小犬台风造成的灾情 当地居民已经提前做好准备面对山陀儿 台风逐渐逼近 现在风雨虽然还不会太大 但随着暴风圈触路后风雨也会越来越强 提醒民众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TB的新闻刘警员杨琪台东采访报导 好几名国军和警销人员来到民众住家 要协助撤村 台风山途而持续逼近就怕民众受困 花莲县秀林墙各村包含富士村 和平村 崇德村等九村 1485人 从30号下午2点开始会陆续撤离 消防处也强调物资都已经筹挫完毕 另外和平村有部分村民在30号一早 就已经撤离到村办的收容中心 因为雨实在下得太大了 雨下太大了 太可怕了 因为那个石头开始在落了 我们村长很害怕 联络村长以后说 他就跟我们讲说 没关系先过来好了 从昨天晚上就已经 和人 和中 和平三个部落就已经下 很大量很大量的雨 今天早上的6点 6点多一点我就接到和人村的电话说 他们那边已经下超大的雨 那就是怕那边会有土石流 除了秀林墙 花莲市国福利也进行保全户撤离 总共有8户17人 跟之前一样 我们是用警车叫他载到 我们的安置所这边去安置 那我真的要拜托我们所有保全户 那不要存着侥幸的行李 那一定一定要了解到台风 跟好大雨的一个威力 请大家务必要离开这边 因为这边可能都会有土石流的 这一个部分 呼吁民众务必配合撤离 以免台风来袭而受困发生危险 第二遍新闻李明辉高志宏 庄凯玉陈佳同花莲采访报道 2023年到目前为止 各地猝不及防着暴雨 大规模的野火频传 让人不禁怀疑人生 尤其极端气候造成了 为数惊人的气候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就统计了 已经有2000万人 因为极端气候而远离家园 这张照片让人印象尤其深刻 这是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 图瓦鲁外交部长 特别站在海水当中 为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图瓦鲁正在下沉 凸显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冲击 而年底就是COP28了 世界银行却还是悲观的预测 在2050年之前 气候难民会达到2亿人 其中亚太地区还有南亚地区 加起来可能就会多达有将近9000万人 但可别以为我们不是气候难民就没事 极端气候也造成了农作物欠收 甚至引爆了粮食危机 人类如果不赶快地采取对策 并且身体类型 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但是放眼我们周遭浪费食物的状况 还是比比皆是 有一项统计就说了 台湾一年所浪费的食物平均多达384万吨 如果我把它放到厨余桶当中 把它堆叠起来 整个高度相当于13500座的101大楼 好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今天就请来主厨教我们如何做出 五星级的圣食料理 就算你想要外出用餐的话 现在也有所谓的绿色米其林指南 可以作为参考 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先来看看 今年的气候灾案究竟已经有多么严重 北非国家利比亚东部沿岸 几乎泡在湍急的洪水中 分不清楚海岸线跟陆地的交界 通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利比亚首都迪里玻璃东方约900公里的城市 德纳泡在洪水中 地埃的房子跟车辆直接灭顶 积水多道如河流湖泊 德纳是一座有千年历史的古城 却在这500年一遇的暴雨之中遭遇浩劫 25%的市区完全消失 利比亚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猛烈的暴雨 破纪录的400毫米雨量 也就是当地六成的年雨量 在短短一天之内就下完 利比亚经历长达10年的内战破坏 面对天灾根本不堪一击 尤其是极端气候肆虐的今日世界 早上的雨是来得特别特别快 同一个时间中国大陆有好几个省份 遭到华西秋雨带降下的暴雨酿灾 陕西西安的居民差点被冲走 在广东还有70只鳄鱼 竟然趁着暴雨的时候逃出养殖场 顺着洪水逛大街吓坏居民 那个鳄鱼出来了 这么多出来的 大家都挺担心的 但一个地球之外的美国东岸 也好雨成灾 路面还出现可怕的天坑 麻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有报告就指出 今年美国的气候灾损 恐怕超过10亿美元 还有学者警告 极端气候甚至吃掉了 欧洲的GDP成长率 侵蚀所有经济成果 都会走过各种经济派 包括建策、工资 也包括服务场 企业会有更多资金 包括在哪里的投资 在哪里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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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孙都得概括承受 气候危机正在全球上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世界银行所做的报告 可以看到台湾 是面临三种以上 自然灾害的高风险地区 同时如果发生多项天灾的话 您会看到的 不管是人口或者是土地 都会有九成以上受灾 而且我们跟其他国家相比的话 居然是高居首位 真的是不可不慎 像是最近引发的 这个淡淡危机来说好了 据说也跟气候变迁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没有想过 气温如果太高或太低的话 都是会影响产淡率的 另外在粮食的方面也是这样子 以台湾的南部来说好了 先前嘉南平原 有六百多天没有降下大雨 结果导致全年休耕 但是后来又暴雨连连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有没有具体的解方呢 马上来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 是文化大学大气科学系的 曾鸿洋教授 曾教授您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当然曾教授同时也是 台湾气候服务联盟的秘书长 另外一位我们要介绍是 绿色餐饮指南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Green Media的创办人 黄俊成 俊成您好 凯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首先要来请教曾教授的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世界银行 他们就有推估 2050年的时候就全球的气候难民来说好了 光是非洲地区就会有上亿人 那么至于我们所处的亚太地区也有4900万人 好 请问台湾是不是寒瓜在内呢 台湾真的会出现所谓的气候难民吗 如果我们在这一种气候的变迁之下 我们会碰到的 大概是主要会有三个特征点会出现 一个是所谓的极端 就是温度非常地高或者非常地低 或者雨非常地多非常地少 第二种是在空间上面的一个改变 过去这个地方下雨现在不下 过去这个地方不下 现在好雨连连 那第三种是时间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 过去只有在冬天发生的现象 现在夏天也会发生 相反的 夏天的现象 对不起 冬天也出现了 那就变成说整个季节混淆 那如果这三个又同时合在一起 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那就变成我们的生活环境 整个被改变掉了 那我们知道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跟气候有关又跟没关的 那就是海平面上升 那我们来看一看 台湾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 在我们的生活体验里面 我发现好像这三者都有 我们的沿海可能会面对到了 海平面上升 我们也可能面对到 因为干旱所造成的农业的减产 我们也可能面对到雨 要嘛下很多 要嘛不下 那也就是要嘛淹水 要嘛干旱 如果干旱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了 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沙沉的现象 或沙漠化的现象 如果那个区域恶化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就只能被迫放弃原有的 舒适的生活圈 现在台湾有哪些地方 已经是在气候难民第一排 可不可以比较具体的 把它提出预警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了 大概就是在云林这一带 因为这一带 它所能够看到的那道海平面上升 那也有人为因素 我们的地下水的问题 沿化的问题 再加上我们气候的干燥 那南部地区实际上来讲 在未来的评估里面 它的水也会越来越不均匀 好 所以台湾真的是 不可能幸免余难了 所以我们又要来注意 台湾是不是已经站在 这个气候悬崖上头 因为有学者就推估说 未来台湾的台风数量 有可能会减少四成吗 以及连续干旱天数将会增加 还有也有学者预警说 缺水风险将会更高 警官教授您怎么看 好 这样子 直接先给一个答案 第一个我们打个问号 后面两个 大概几率非常的高 为什么这样讲 未来台风到底会不会增加 还是减少 因为那个不是只管 一个台风生成的总数 因为台湾刚好是在台风 会不会经过的那个转弯点 所以它会或者不会 对不起 就差那么一点点 差一两百公里 可是一两百公里 在全球的尺度里面 对不起 那个很小 来与不来 说实在的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精准 可能有一些会预估这样 但是也有一些预估是相反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先保留一点想法 第二点跟第三点 实际上它是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划一条线 把过去水量最多的那一年 下一个比它更多的 我们再把它连接 你会发觉 那个最高点一直在往上升 那个最低点一直往下降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这样粘开喇叭口 那意思也就是说 跟汗 对不起 非常的清楚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降雨 第一个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把一年的降雨都降完了 对 现在很常发生那种 有雨水 对 那其他通不降雨 那也就是说 那我们不下这一种 比较大的降水的 这种连续不降水日 它会增加 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不只是我们会有干旱 还意味着 我们会有比较多的 这一种水的这种水灾 淹水的这一种的状态 所以第二跟第三 实际上也是台湾 面对最大的挑战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 这个气候方面的挑战 反而是更高了 是 好 气候变迁会导致 我们餐桌上的危机吗 我们继续来看到就是 其实在NASA 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他说全球总产量最高的是 哪一种农作物呢 其实就是玉米 但是根据他们研究就是 在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之下 到2030年的时候 全球的玉米产量 会下降24% 好 再来看南韩 不是大家很喜欢吃泡菜吗 问题是南韩也面临了 他们的太白山的大白菜 居然减收有三分之一 据说也跟气候变迁有关 再来就是印度了 我们知道全球产这个 稻米最多的一个出产国家 就是印度 但是他们今年的稻米减产了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夏季 降雨量减少了30%到40% 就导致他们的稻米减产了 1000万到2000万吨左右 那么台湾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因为降雨的关系 那么使得那个江南平原 全面都休耕了 这还是首度看到的一个状况 体会一下台湾的农民 现在有找到好的对策吗 其实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可能过去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但是在未来的时候 它可能会变成灰犀牛 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正在发生 而且你看着它正往你身边冲撞过来 但是你很可能你是没有办法去回应 在台湾的话农业技術相对的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的农民在这方面 它的作为也会比较多元 第一个我们会比较会希望能够做的 就是宝种跟狱种 譬如说我们把一些部落的原生种 或者说已经在适应在台湾 这块土地的这些作物 它可能是抗旱 或者说它可能比较不怕盐分 像这样子的作物 去把它给保留下来 然后去把它给富裕起来 以像吉利八代 是阿美族的一个稻作 然后它是长毛的 因为它长毛就是它有那个盲的时候 所以它会比较不怕小鸟 或者是昆虫来吃 像它本身也非常抗旱 所以当缺水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我们会追求最大的经济产量的 这些稻作 它可能会因为缺水的时候 它马上就没有办法再去耕作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 原本已经适应在这块土地的 一些原生种 要把它给富裕回来 当农民他开始在改变 他的农作物的时候 消费者他也开始必须要 接受一些食农教育 或者说参与业者 他开始懂得去运用 因为因应气候变迁 而产生新的一些食材 而不是我们传统会看到的那些 大宗作物了 真的 我们都没有想到说 因为气候的关系 结果我们餐桌上的食物都会改变 尤其就是不要以为说 这只有农民 或者是去产业者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 淡淡危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说可能太高温或太低温 那个鸡汁的产占率都会下降等等 才会产生 台湾怎么时不时就出现了 这个鸡蛋危机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会直接影响到的 还有我们的荷包 为什么 因为如果农产欠收的话 它的价格就会上扬 价格上扬的时候 我们就要多掏出钱 才能够享受到一餐 那么这个危机到底 已经有多严重了 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则报道 爱喝咖啡吗 预算请多准备一些 极端气候打乱种植节奏 印尼西爪瓦省的苏美当 咖啡农们也成了气候灾民 咖啡豆产量跌至十年最低点 印尼咖啡树的遭遇 就像洗三温暖 雷湾雨之后又给大太阳烤晒 声音现象让印尼三分之二 农业产区面临过度干燥炎热的夏季 苏美当地区的咖啡树 多半是二十多年的老从 小农采用传统种植法 此时等待足够雨水灌溉 等于听天由命 气候危机逼近眼前 印尼咖啡小农们 只能尽快寻觅资金 建设灌溉系统 先把咖啡树保住 但由于人工与化肥成本 都升高 今年印尼咖啡豆预估 至少减产三至四成 全球许多农业产区 此时都在面临类似困境 美国伊利诺州农业小镇哈佛 已经八月了 玉米还是涨不高 从去年底到今夏 美国气候异常 干旱与暴雨交替 受粉成功率大降 8月10日的 美国干旱监测报告显示 威斯康星 爱荷华 米尼苏达与密苏里州 超过八成农作物 因干旱受损 就算农民增加成本 收获量仍可能减半 农业保险也难弥补 其实去年夏天 干旱就已造成冲击 导致全美农民们担忧损失 冬季小麦播种面积 大减33% 他并不孤单 隔着一个北大西洋 家中六代都务农的被衣 站在法国北部桑家特镇 祖传的麦田中 面对危机非常心慌 去年9月起雨水太多 剥下的种子都泡烂了 今年春天重新下种后 遇到干旱 好不容易要到8月 诡异的风暴却摧毁大半 代收割的燕麦 它的燕麦只剩往年 不到三分之一的量 为自己养的奶牛都不够 如今也只能苦苦等待 农业保险与政府援助 并非农民们不努力 而是极端气候发生的 越来越频繁难以预估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近十年来全球的气候灾害 是70年代的五倍之多 导致农民们种植节奏被打乱 好 根据非营利组织 世界咖啡研究所做的报告指出 2050年之后 全球有将近五成 种植咖啡树的土地 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 居然会变得太热或太干 所以不再适合种咖啡了 以后喝咖啡 是不是也会成为问题呢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研院经济研究所 他们所做的一个报告 他是说包括了很多 像最近我们有感觉的就是番茄 那个小番茄比较蛮贵的 新闻也有报道 那么另外还包括了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玉米 木瓜 还有秋天要吃稳蛋 对不对 居然也会因为气候变迁而减产 这都是做了研究报告出来的 马上来请教一下曾教授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降低灾损 实际上来讲我们在降低灾损的这个部分 那大概刚才其实让俊成也提了一部分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面对这些极端气候的时候 大概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直接我去所谓的调试 就是不适合 那我就想办法用一些比较适合它生长的物种 但这个要提前因应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减缓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减少二氧 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整体上面来做 那农业将来除了不只是走向绿色的 这一种食物或者这种饮食 它同样的生产的过程 它也要走向绿色 台湾即使这种气候的变迁 最主要来自于温室气体的排放 那台湾即使都不排放任何一个 温室气体从现在开始 对不起 这种气候变迁 我们还是无能为力 因为台湾的贡献度不到1% 那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会面对 那我们剩下的是什么 我们如何去面对 除了尽我们自己的义务 我们不去排它 尽可能不去排温室气体之外 那我们如何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必须能够非常善用 就是说台湾现有的科学科技 跟我们现在的这一种的管理 能够让台湾的 不管在农业上面 我们如何能够增加它的韧性 好 讲到这里 其实我们就很知道 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非常之多 难道还能够不要珍视 我们的餐桌上的食物吗 这点非常重要 但是问题是我们统计一下 全球的食物浪费 有多么严重呢 居然有大约生产的粮食当中 三分之一都是被直接丢弃掉的 总价值高达21兆 另外光算台湾的家户 还有这个餐饮及卖场 这些事业所产生的厨余量 一年有高达79万公顿 马上来请教一下 这个是因为观念问题 还是生活喜欢问题 俊成 你们在长期观察之后 有什么样的研究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是经济的问题 因为以浪费来讲的话 它会有两个大类的浪费 第一个是生产上的浪费 然后第一个是消费的浪费 以生产上的浪费来说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会在农民在种植 或者说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会想办法会去种植 市场上接受度最高 跟毛利最高的一个作物 另外一方面就是 当我们的农作物开始准备 要去上架到通路的时候 通路的话它通常都会要求 一个叫做不断货条款 如果我今天 因为通路它要确保是说 民众来到这边来采购的时候 它一定都会有 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买得到 所以这个供应商它的唯一选择 它为了怕被不断货条款 会被罚钱的话 它就必须要去做超量供应 所以原本今天 平常来讲可能是卖10个面包 它可能就会故意放12个面包上去 而这12个面包上去 它可能最后还是卖了10个 这剩下的这个两个 就会成为它 在它的毛利里面 它本来就预计要有的耗损 那通路它又不可能是说 我今天剩下的这个两个面包 免费去送给民众 所以他们比较好的选择 可能就会去送给事务银行 所以这整件事情上 就会变成是说 当这件事情它是有利可图的时候 或者这件事情 是关乎着生计的时候 它在当下 它明知道气候变迁 可是对一般的民众 或是供应商或生产者而言 它会选择 它现在能够活下去的方式 不管是通路或者是企业 或者是餐饮它的经营模式 它必须要做出相对应的改善 让民众有所依循 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律师的餐饮 所在推动经营模式的改变的 其中一个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